希臘議會議員週二晚間表決通過決議 決定無限期停止向被控從事犯罪活動的政黨提供國家資助 這個舉動針對的是新納稅主義的金色黎明黨 這一項議案得到235票對0票的全票通過 金色黎明黨成員就在這一項提案進行辯論之後離開了議會廳 舉行這次表決的幾個星期前 5名金色黎明黨議員和10名其他政黨議員 在1名左翼音樂家被殺害之後被逮捕 金色黎明黨黨魁和至少另外2名的議員仍然在握待審 他們面臨加入犯罪組織的指控 另有10個人被剝奪司法豁免權並面臨類似的控告 該黨領導陳中未有一個人被控於9月18日 刺殺、饒舌歌手、非殺師的案件有直接有關係 該黨聲稱對本黨成員的控告具有政治動機 那次刺殺行動被指是該黨一名自願作案的成員所為 這個人面臨謀殺指控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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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TORONTO